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要说我们有多少什么功夫 那你要看 本来对某些事情你能忍辱 现在你能不能忍辱 比如说我们现在越学 我们的身份 辈分越来越高 那请问 照理讲这不是身份高 而是你的忍辱力高 你的布施功德越大 你的忍辱 你持戒越亲戒 这才叫什么 这个后头就会讲 什么叫长老 这叫长老 你可以一入门就是长老 这跟你年纪有关 跟你的功夫 所以我们现在要忍辱 忍辱最强 所以有时候一想到这里 惭愧啊 实际上 我们不一定真的很明显 看到自己的人忍辱在提升 这就是功夫 我们的禅定力有没有增加了 我们也看到部分增加了 部分功夫增加了 但有些功夫还是未必增加 是不是 很多东西 我们现在有些东西我们能割舍 但有些东西还是不容易割舍 我文长讲说 我还没修活之前 我五块钱以下的我都不执着 但五块钱以上会执着 经过学了几年以后 我变得改为六块 六块跟五块 这根还没解脱吗 差太远了啦 五块到六块 是不是 你要是说 从很多地方你开始很明显 很多能观破方向 这就是 舍会行道 收舍其心 那这个其实在忍辱上 其实还有很多技巧 这里面都还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道理而已 像一般来讲 我们一般要成就大事的人 在一个混乱不安的环境里面 纵缘不具足的时候 忍辱力是成就事情的一个很重要的根源 因为他唯有耐住性来 他必须要受眼前 比如说我们现在修行 会有一些障碍性 会啊 那我们现在 普遍来讲 现在能耐心 跟过去的人不一样 跟老一辈的不一样 所以你看 很多地方到现在 在住持到场的都依然还是老辈的 应该要 这不是说不愿意更替喔 不是不愿意更替 道业难成 施业难成 就是这样 现在越来越不用命 要论到现前利益 它才能熬得下 所以有时候到这边就说 真正到最后 反而都是那些 稳杂稳打细细 在日常生活里面 你看不到伟大的功德 但就是从这里看到不平凡 那这从哪里来 忍辱 所以修行里面它还要忍辱什么 忍辱寂寞 在我们里面讲 有时候 包括 就算我们现在 有很多事情 你对都不能 可以随便讲 我讲不要忍辱 那对的就讲啊 对的不一定讲啊 对的 对的还要应急一点 有些事情 你就算对 也不一定讲 为什么 我不为了对错而已 我要对你 我要还要面对 能不能利益他 能利益他 事也很广 所以有时候 我们坚持一个道理 也要忍着想顾自己 明明对在你自己身上 你都不需要忍着 为什么 那我不是太委屈自己吗 我为什么不敢主持正义 我们看的是更大的正义 为什么 当我能忍得下来 忍得下来的时候 事情更能有更大的成就 我就忍得下来 小不忍 则乱大谋 忍辱 我此时不能 此时不能 正就是不能忍 道业难成 所以真正现在 我会讲说 我们现在忍辱力差很多 以前呢 在山山里面 小小一间 那因为他有什么东西 第一个 他会重点载 那他有体力 因为以前大概 环境很差嘛 那有什么事情要自己做嘛 你要耐苦 对不对 你要耐热 耐能 耐耐蚊虫 耐到最后 所以他能在山山里面待很久 我们大概再住个几天就下来了 那如果要住久的话 那环境要很符合你的标准 因为如果没有符合你的标准 你忍不下去 所以你看 过去的人可以在山山里面 修出一个样子出来 现在很难 不堪忍 不堪忍很多事情 我们台湾话不是有句话 一句话 爬脚骗鱼人的 在戏棚下 站久的那个位置就你的 因为其他人要上厕所啊 那一上厕所的位置放你的楼 对不对 是 可是现在很多人 没有那个 没有在熬这个耐力 所以现在其实你要知道 有时候我们都会讲 这里不圆满 那里不圆满 不圆满 你没让他居住啊 你没让他公布居住 所以以前啊 我们在放到机会啊 大的人讲说 不用提着出来 给自己的十年 二十年之后再说 为什么 你就 就像你当医生 你提着出来医死人啊 你当啊 好好吧 读个七年再来吧 所以任何一个事情 现在都太短缀 太急着 就一出来 很快就被静给磨损掉 像我们来讲 我们当初也不知道 我们也是傻傻的 过去也不是自己追求 要什么 但整个大环境里面 稍微可用人才 就有很多资物就放在你身上 其实有时候还真的必须坚持 放下 那这个坚持不是你不负责任 是因为你的眼光更远一点 有时候要出来磨练 但不要急着 有时候一傻 就跳出来 会讲功夫太浅 耐不住烦恼 耐不住种种的引诱 结果本来有大成就的材质 一向耐不住 小花样很多啊 小成就 但把你的大成就给耐割掉了 我们看 舍慧离慢 避诸爱慧 不着名色 无为灭苦啊 舍掉你的那个称慧 离你的慢心 避诸爱慧 避诸爱慧 你看啊 离你的称慧 离你的慢 离你的贪 不着名色 无为灭苦啊 这里面呢 牵扯到怎么样 我们 离开称慧 离开慢 离开贪 这里面 原理在哪里 原理在你这一份的错误之所 他不断的一直在缓乎的牵绊着你 然后到最后你还要为他而果 所以我讲那个无常经不是讲吗 我要你看不放下的并不是要你牺牲什么 我要你看不放下的是那个从来你没有的 只是你以以为有 你就开始追逐为他辛苦为他忙到最后一场空 一场空反而又受其苦 为什么你这一生整个身心都投到那里去 所以投到那里的时候那种歌神的苦啊 你看所以很少人坦荡荡的苦啊 你看都是怪 结果他真的扛得起吗 他也扛不起 就扛不起的为那个扛不起的放下 那苦是谁 你自己啊 所以终究到最后让自己苦的是自己啊 你虐待你自己 所以为你要你要舍掉撑 舍掉 就是你对这个正境界的不着明色 明就是心啊 色就是外观 你要看清楚他 不是简单来讲说不要着就不要着 你看到了这个假象的东西啊 你投入了很多的追逐努力 但最后你会发现说 这个世界到最后你会 你一定会感觉到很多东西啊 随个人的福报啦 有的人很快就感觉很多的背离 背叛 但我告诉你 就算你这身福报很大 周边的人都对你很好 但有一个最大的叛变在哪里 你自己 这一个养一辈子的 吃货吃饭 你都够得很厉害 要不要隐瞒化酸 这个身体不见了 这不是我吗 我 我是我啊 该走的都走啊 鱼啊 你用一辈子到最后 原来不是你的啊 是众缘的啊 缘善了就没啦 缘善了就没啦 你什么也拿不住啊 结果你看你多苦啊 所以要不是有宗教信仰 知道还有来生 面对这个这一生跟着你的到最后 你看 他开始叛变了 本来这个身体会非常好用 现在他不能用了 本来可以自由自在的使用它 现在也慢慢不行啊 你怎么故意要留它 你特意要留它 它也不会让你所用了 慢慢就离开 所以你不要着明着 无为灭苦啊 无为灭苦的意思不是 不是啊 什么都不要做 无为的意思就是说 你不要颠倒做了 我要讲说最好的修行是什么 你知道啊 不做 那不做我也不做 不是 你那个叫懈怠 什么叫不做你知道吗 我们不是一个叫有为 一个叫无为 真正的无为在哪里 就是看清楚 本来因为我错看它 我的内心里面起伏 好坏好坏 希望有有好 希望去除坏 我心都一直在早做 突然一醒来 原来假的 你看啊 梦中所有的作为一醒来 哦 原来假的 心不是就静下来吗 这叫无为 所以修行其实最 有没有很难 其实它不是很难 难在 怎么样 你总不能依着佛法去看清楚它 所以你就不断地在追逐 那追逐以后 碰到事情不见了以后 没有半行 不是真行 比如说我们这一生 很辛苦的追逐 到最后 没了的时候 你会知道说 原来什么都没了 那是不是认识这一点 认识 但且又不甘愿你这个没有的时候 还要追逐未来的有 就是后有爱 后有 照理讲你已经错一次了 你也知道说 原来过去我也因为这样追求 我在拥有一切到最后什么都没有 结果现在你终于体会一半 原来一切都没有 但结果不死心 以后还有 就追以后 那以后呢 以后就从未来变现在 从现在变过去 你知道吗 明天对我来讲叫未来 等我走到明天 明天就叫现在 等我走到后天 现在就变过去 那我就一直在反复 重复这样的东西 所以我不是跟大家讲吗 我们基于多少人路火门 到只有依然放不下来 是不是百分之九十九 是啊 所以多要靠注念 也不能靠自己念 靠别人念 靠别人念有用吗 我告诉你 我想实在的 作用有了 要看你的福报了 为什么 人家助你的念 你愿意接受了 或者对 注念转不了你了 那有的人福报够啊 你跟他注念他接受 有的人注念他转不过 也就是在死亡面临眼前了 他依然不愿意舍啊 就是说到现在 生命即将要换下一个阶段的时候 他并不为自己做准备 未来做准备 他依然要把这个生命强留下来 这不是颠倒吗 你让你自己没机会去做好准备 为什么 因为你不放 所以你没机会去拥有下一个 我不会常讲吗 手抓的东西不懂得放 这一根手就空不出来 空不出来 就没办法抓更好的东西 多于事 但这多少人都是多于事 不加任何工夫就放下来 修行的整个到最后 其实他的放下是这般轻松了 不过就是醒来啊 啊 没事啊 昨天做一个得重病的梦 正准备去跟人家借钱看医生 一醒来 不用看 没病 那不是轻松了吗 所有的钱本来是假的钱 所有病也是假的病 医生也假 那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无为灭 所以当你了解不着明色 自然能舍贪成痴 那么你要是把这个事情 假的看成真的 那有的忙了 所以修这个 舍那个修来修去修来修去 那还不在原地的 你几时改变了多少 你从没觉悟过啊 对不对 之前我是做了一个 起高楼建大厦的梦 现在我是起一个住毛本的梦 那电视还不是整块 对不对 我常觉得电视里面 哇 一个大楼 那大楼垮了 或是变小间了 那还不是整个电视音 在相差别来讲 好像感觉有大有小 在妄想来讲平等平等 为什么 反正叫做梦 只是做个客气的梦 跟做一个狂妄的梦 那还不是做梦 都是假的 也没改变多少 可是你了解的时候 我们现在 这个富贵我不求 贫贱也没什么好厌理的 为什么 只要我能看清楚 贫贱也不过是众生业力所生 富贵也是众生业力所生 皆是虚假的 那就放下了 那这个放下才是你身心自在的开始 所以我也讲说 我们前面讲观空 就是看不清楚 所以我们很难真正得到佛法的功德 现在我们比较容易看到佛法的功德就是 我没钱 拜掉的时候有钱 这是功德 我有病 拜一拜没病 有病 病 没病 那最好都不要病 那如果再病 那不是变没功德 我告诉你 就算怎么感应 我还是能知道你一定会死 所以那不是真 这都是小功德 这不是没功德 这是小功德 那真功德是那一个看清楚真相的人 所以你会发觉你在身心世界里面会有一个怎么样 本来他很容易切伴你 现在你很容易看清楚他而不过爱 这你就看到功德了 功德总的你从这里看 所以有时候我看到这个我也过爱 那个过爱 这个过爱 那么过爱 这种有更好的能舍下 你依然会挂 因为你会找更好 更更好的 但你必须要看到世间虚妄向七狂向以后的放下 你就比较那么 我不是因为有大所以舍小 如果因为大而舍掉小的 那我就会找到一个更大的来舍这个小的 我是因为大跟小是为我们妄想所成 这时候小也不小 大也不大 大小对我来讲都平安 平安 平等 平等 这才跳得出来 最重要是这个改变 所以你会感觉到你的身心的气是慢慢在 叫做解脱 这才叫解脱 那你要知道当一个人能放得下的时候 其实他相对来讲他就能承担 我们要是很别扭 这个也乖 那个乖 这个也乖 那个乖 你知道他一定成不了大事 格局太小 格局太小成不了大事 所以一个人的福报在哪里 你看一个人为什么要大福报 格局大 为什么格局大 能舍则舍 所以心胸视野不起来 那他就过来说 哎呀 我这怀财不育 你这种蠢财育了也没用 这怎么育也是如此 你只是小财 你把他当成大财 你不是一个真一的财 怎么放也一样 对不对 你的心胸不够开阔 你的视野不够真实 你怎么老实讲 你就做个小事就可以了 再大一点 再大一点就要苦恼了 那颜世凯当皇帝就死了 你也要购福报啊 或者你不贪啊 所以有的人啊 追求富贵 他没有富贵命啊 所以当有富贵起来的时候 他从此不自在 你不觉得有时候有的人啊 他刚好这个命是这样 他没什么钱 那没钱的时候他日子好过 为什么 他就照餐 餐餐吃 自从有钱他就开始投资 对不对 因为他又没那个真福报 所以投资来投资去 到最后都溃光了 或是怕这个人强 怕那个强 开始就紧张了 结果你看 虽表面上有这个富贵 但实际上没有富贵命或安稳 你看我们出家人 表面上是不富贵 但里面可以比你富贵 因为那很不怪 对不对 我们可以一波走下 走到千家饭了 对 千家饭了 我就拿着波就可以了 当然你也要讲说 不行 我喜欢吃辣的 那出去都没有 我不喜欢吃辣的 这里不行 我喜欢吃南饭的菜 我不能到北方 那当然你就不能千家饭了 那你也要讲 菜饭对我 谁也能保就好 随便 你不就能走千家饭 那你都要好的坏的 当然你路就有限 你要住好的 你就坏的地方不能住 你到别的地方 稍微破旧一点你就不安 如果你这个也不怪 是不是处处都可以住 你如果饮食 谁也能度过就好 不是到处都可吃 那为什么你那么不自在 乖啊 你让你自己限制着 让你无处可走 是不是 这个那个 当你看一个一个人 这也没乖 那也没乖 什么事都可以做 对 好 我们再看 起而解怒 淫生自尽 舍不明见 师皆得安 就是我们起来把那个 把那个怒啊 把它舍离 那淫啊 就贪啊 能自己自尽 那舍不明见 就是愚痴 能在这里啊 积极的文法修学 增加你的智慧 那这个师皆得安啊 这时候才能真正的得到安稳 我们讲的吉祥 这个吉祥 我们经常是期待别人给我们的 而不是说真正的吉祥 是来自于 离贪 离辰 离辞 这才吉祥 消灾 灭难是从这里的 消灾 灭难不是从做法会来的 那为什么做法会有用 因为做法会当中 有离贪 离辞 离辞的功德在里面 否则的话 光请人家做法会有功德 你也讲的太简单了吧 那明明烦恼 你比如说 明明是我在做梦 让我苦 那我请别人去 也没用啊 整个梦境是自己生的 自己苦啊 你最好 你要能远离梦境苦 你醒来啊 对不对 你自己做梦自己瘦 自做自瘦的东西 你要自己来啊 再一段 称断不安 会灭隐忧 怒为读本 软易翻字 软易翻字 言善得意 断为无患 这个就是说 我们一般来讲 身心不安经常 你会看到 为什么不安 不平 我们为什么不能好好睡 不平 当然也不是光这一条啊 还有很多啊 身体的啊 身理的也有问题 心理的有问题 那有的人是忧 有的人是真 但一个人对世间事不平的人 他其实他的身体就不容易安 怀恨不容易安 那会灭隐忧啊 这个他这个解释里面啊 跟其他的本啊 这个叫讲 这个要诵经里面讲说 会尽不怀忧啊 其实这个 因为这个有时候时代久了 有翻译一定辨识 会灭隐忧这里面 这个意思跟他意思 你看 称断卧安 再叫 会尽不怀忧 而你这里面多了一个影啊 突然插进来 比较不符合他原来的 就是应该是称会心尽了 不再忧 因为前面你有忧 所以你会卧不安嘛 那你现在称断卧安 会尽不怀忧 称会去掉的话 就不会怀忧了 所以你看啊 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一般来讲 我们要降乎我们的称会 我们世间有一句话 这句话其实很有意思 别人做错 我们却念在自己 把别人的错拿来自己称断 你看 所以说你的称会不尽的话 你就怀这个忧 那所以说你要很清楚 这个道理给你的是什么 我们经常太容易落入我们的习惯了 你眼前里面感觉说 我有损失 这不合道理 结果你发觉 你不但正不合道理 你执着这个 你还有一个更不合道理的 明明不需要承担这个罪过 你却要承担 那这个不合道理却没看到 你就为了看到眼前的不合道理 你就没有看到你的愚痴也不合道理 什么不合道理 你的称本身是自害害的 也不合道理啊 你怎么看那个道理不看这个道理 你看那个道理的时候 你应该看另外一个道理 是不是 你称有意义吗 你今天如果要对 你就对事情实际有帮助 否则的话 你再称也没什么用啊 所以说我们俩要称 称的有作用出来 称的没作用 你为什么要做那个无意义的事情 所以有时候 这个对错 这个对错 有的人他又讲说 这个不可以啊 我等不下去 这明明错 我说这样嘛 可是那你得到什么 一口气 一口气又怎么样 这个没用啊 你不符合自立利人嘛 你只是在乎那一口气 可是那一口气真的 真的就算你对 你如果 如果以你入团冷静下来 跳开来看 我因他的错 我已经损失 我再加成 我更加损失 我光这样 我不是很笨吗 但众生不容易去想这个 所以就规则真的 那个表面的道理去追逐 结果伤的还是自己 诺为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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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则称诺读本 卵意泛之言善得欲 断为无患 就是说 卵意的就是柔软的 所以这个柔软的意思 我一直在讲 这个柔软在佛法里面 其实很有意思 这个什么叫柔软 柔软其实是一个 我们你看啊 我们像我们现在看很多事情 是很刚强的 我们的刚强就是说 看东西不容有任何回血余地 是它就是它 看得很硬 判断得非常果断 就是说严格来讲 世间是不是如你所见 但你却依你的妄想 认为说 它就是它 这叫刚强 所以像我们有没有刚强 有啊 我们见射 直左射 闻身 直左身 这都是刚强 为什么 炎耳鼻舌生意 色身香味处啊 实不可得 那你就会刚强认为 时有炎耳鼻舌生意 时有色身香味处啊 这叫刚强难 那柔软的是 本来有色 色是众元所生啊 世间虽有如此相 但不安稳 不安稳故 所以我不强执 这叫柔软 这个柔软不是很啪啪的柔软 这柔软是来自于智慧上不再坚固执着 这叫柔软 这才叫柔软 所以柔软 我们现在因为经常扛得很紧 就会咔嚓够力啊 就是肩膀酸痛 对不对 为什么 我们是不是容易头昏脑脏 我们是不是怎样 精神压力来说 你不觉得我们用力很多的时候 就容易肌肉酸痛 那经常放松 那种人比较不会肌肉酸痛 为什么 我们现在有两类人 一类人本来就是贪生吃很强 那这个人容易在欲望种种自主里面 那另外一类人是什么 对世间责任深重 那也是很强 两个都是很虐待自己的 那前面那一个人是很虐待自己 他还会饿 那另外一个是责任很强 他虽然也在利益事情 但不能真正利益自己 为啥他不懂的方向 那解脱的人是什么 他该承担的承担 但他不会错看事情 因为唯有智慧才是一切根本 你今天要处理一件事情 凡是能自利利他的 我尽力做 但凡是事情有缺源的 我们也能谈难面接受 他不会强取 不会把这个事情 比如说 这个是件事是如此 那我能做几分 我就做几分 我尽力做 他叫尽力 但做不到的我会不会又坚持 死者不舍 也就是说 其实像佛法里面讲的 精进是尽力而为 但在尽力而为的时候 是不是带着很浓厚的得失感性在之 如果你带这个心 其实你本身就容易受伤害 菩萨精进 但菩萨的对世间的投入慈悲 但不带入太多的执着 因为菩萨如果带入很强烈的执着 菩萨本身自己不自在 就很难真正的利益众生 如果菩萨带了很多感情的时候 就容易以偏概圈 太容易也依着自己的角度去拯救事情 结果到最后还是不容易允满 所以菩萨里面 菩萨的真正慈悲一定是有智慧在引导 那他会发觉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人 我们讲实在 这个人现在很可怜 你要度到哪时候 其实标准很差 我尽力给你 但如果发觉给你 完了没用 我不给 为什么 不是我不给 给也没用 有时候我去度你 度不了 我要不要一直坚持 不要 我度不了找别人度 第一个 我的悲心不对 但我的方法没有一定 但我现在度不了 硬要强度 到最后这个结果也没出来 没出来 你自己也受伤害 你想一个菩萨道 经常做很多事情都伤害他 那菩萨道能走多远 到最后叫为谁辛苦 为谁忙 不干了 他当初是充满慈悲心 到最后为谁辛苦 为谁忙 所以感情用事的慈悲 因为 那个菩萨经常路没有走多远 因为他很快受伤害 你看有些人 到拜 带着很 那个很幻想 很憧憬 要请利益众生 到最后 你看啊 没几年就一路很酷的样子 不好啦 他说的 四个人每天都祝福 这当初才是要 那现在怎样 世间人本来就贪生吃 这还要你说 那早就应该知道的啊 那为什么还要度众生 就像你一样啊 你也贪生吃也被人在度了啊 那你也被人在度那么多年啊 尤其像我们自己 从出家学活也经过二十几年 才懂一点点 那你要度对方才几年 让他度成 你都要二十几年了 他不需要二十几年了 他也要二十几年了 诸佛菩萨 诸善师事 都给你那么多的空间 你不给他多点空间啊 可是那时候我给你空间 不是啊 你要方法 在这个时候 我借这个阴言接引你 如果这个方法接引不了你 就改变另外一个方法 我不敢请用事 但我只是找一个 最能利益你的方式 甚至必要的话 在佛菩萨道里面 甚至以另外逆向的跟你讲 为什么 因为你此处不适合 那我以逆向的让你觉得 我应该要寻求更好的 那这也是我的功德 我让你在现实里面体会不圆满 以便你生起寻求圆满的动力 这就是我的教育 有时候佛萨是这样的 我把这个环境弄到这样 因为比如说 有时候就是大家互相欠传 结果都互相不成就 到最终于逆境出来 你怨我我怨你怨到这样 那干脆解散算了 一解散每个人各自努力 各自开花结果 那有什么不好呢 眼前看是不好 长眼来看有何不好 要没有一个重大打击 你怎么会寻求另外一个村 那在这个意义上来 菩萨有时候很有智慧 他就讲说 你这个如果给你顺劲 你会积极执着 那我只要用力 你意见 这里面都是自在的 那我们的 随我们的自在度能力的 那很有限 我们的自在度 不过你应当要学这个 应当要学 软意的患自 修行人啊 言善得意 因为他口 他很容易成就善法 断为无患 那些恶法 他很断 所以他没有后患 没有一些恶果出来 像我们来看看 有哪些后果 我们看看 我们自己在夜报上 还有哪些可能会先行的 要找点房子 第一个 你会看到你的串行力在 再过来 你也知道你过去所做 或是你好像没感觉 你过去做什么 可是有些东西已经在变化 这时候你要知道 夜报也随时会成熟 那这个应该怎么样 夜报成熟 有可能成熟啊 但你如果现在开始维持正念 你亲近你的身口意 很多夜报就停住了 我们哪时候 越来越接住 又知道人的那个变化 人的那个业障 哪时候起来真的不知道 有时候难得有机会修行 我现在最怕这个人 你知道吗 他说 条件都居住 结果被病打垮 那就挡住了啊 对无常打垮 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个修行人 就到最后有一个习惯就是 把你的修行条件 尽量从外面拉回来 就是说 我不靠这个 不靠这个 本来要靠这个 靠这个 靠这个 现在尽量不靠 不靠 靠到什么 靠我一份道念 也就是说 我可以在极简单的环境里面就安住 那我随时 因为 我这样 不用去被宋英言所挡住 同时 我自己能断然安住在那个道业上 第一个 很多叶报就写不出来 不好 我也写不出来 就是要这样啊 不然其实 你比我们现在的能力啊 稍微重的一点叶报出来 你大概公路就坚定了 这很可惜 同志相近 降伪作恶 后别愚慧 火志烧脑 像有些人 就说 你们烦恼 所以大家同志相近 也很简单 就是说 我们一起有共同敌人 联合赐料敌人 打击主要敌人 同志相近 降伪作恶 因为我们要打击主要敌人 打完了以后 谁是下一个主要敌人 就是你啊 因为我们当初是联合打击主要敌人 那主要敌人不见了就剩下你彼此啊 后别愚慧 反正 你用称脑的心去对待 到最后这个称脑的心终究回到你身上 本质的问题 所以你看啊 你注意啊 像我常讲 有些人是用骗的 用种种欺诈方式得到的富贵 我告诉你 你绝对有不好享受 也就算你能享受也不安稳 你绝对 你如果不是从以亲近的东西得来的东西啊 都不会让你 真正能让他表现出他的价值出来 为什么 因为你那一份烦恼心本身会在你内心起作用 我想说你用骗的 你自然会知道说别人可能骗你 因为你骗是有一个欺狂的意思 所以你对世间 由于这样你对世间的信任一直也会保留 你很不容易信任别人 一个人就算大户大会 充满疑惑 我猜忌你想他能安稳享受吗 他为什么不能安稳 因为他是靠骗来的 他靠夺来的 这种习境会让他带着这种忧虑 你以称同志相敬 降为作恶狼狈为奸 到这后别一会啊 这个到最后因为 总是我看到有些人一起烦恼人在一块 或团结一致 积极对外 有啊 我们看到啊 但我们也同时知道 这个地方解决不安稳 为什么 他们具有那种斗争的习性 可是当这个斗争习性在 对象不见 那斗争习性往哪里找 往里面找啊 那就算说没有里面 他会斗谁 你要斗自己 他会从来说 我的疫情是做这个 我怎么做这个事 他就去跟自己的不同作为在对立 要有内心的矛盾 因为持续在 所以我之前不是讲说 贪心的人 绝对不能是由贪欲去满足 你的贪会更贪 你这种贪心啊 你看贪心什么 贪心是对可爱静的爱作 称慧心是什么 对不可爱静的对立 那这个已经养成了 有些贪的人就说 随便很多东西就容易找到他要 要的一要就要去追 那称慧心的人 只要稍不满意就称 所以你看 带着这种怀恼病的人 他日子会好过吗 因为他不可能处在一个一切顺利 因为一切是件事是众缘合 谁也没办法完全把握 所以一个带着称的人 你看他的日子贴定是难过的啊 因为他太容易在生活里面看到不如意的事情 他忍辱没有 那从这里你可以看到这个人的生活品质不好 是不是 因为他经常处在对立 那现在问题就是 我们先来处理方式 尽量把事情环境人事故弄得如你的意 对不对 我们不如意的时候会起称 所以我们反过来是在环境里面尽量寻求一个满意 这会出问题了 对不对 因为你很努力不断去经营 经营到一切如你的意 那因为称 因为不如意你起称 经营到最后变成如意的咯 如意就起贪 那好 我经过努力终于拥有这个价钱还可以用的好环境 谁敢跟我破坏 我就跟他拼命 应该这个称够大了吧 那为什么要称那么大 因为他这个劲是经过努力经营过来 所以我们很多东西就在从这里慢慢增长 贪 增长 贪 生 增长 生 难以安宁的 所以他一定是从眼前慢慢放的 而不是从顺境 从境界里面慢慢去调悟 有时候刚开始是一样 但你不要一直靠着外境的满足以便你享有你的烦恼 我告诉你 绝对没有这样的事情 所以你看到一群人狼狈为奸 我告诉你 那只是一死 这些人终究不长久 为什么 因为他是以烦恼相应的 那后别余惠 火至烧恼 离开那个境的时候 你对外造完了 这个称烦恼还在啊 到最后怎么样 烧自己咯 之前就烧别人 现在就烧自己咯 火至烧恼 不知惭愧 无界有怒 为怒所见 不厌有物 就是说不知惭愧 不知说自己惭愧 对外交代不过去 对自己也交代不过去 因为烦恼 恶习 找到自己 你让自己苦 让别人也苦 你切不知惭愧 不知好好守护 戒就是这个意思 不是一个表象的戒 就是说 我知道我有这个烦恼 我现在要防护 不要有这种烦恼 这叫慈戒 所以有人慈戒 不是说我懂得很多戒条 只我看到我的过失 看到过失因言 我现在在防护他 这叫慈戒 要学会这个 所以我们想说你的戒提有没有亲戒 什么叫戒提 不知道 很简单嘛 像你现在有哪些烦恼 因为你知道这样做不对 这样的做会有哪些烦恼 我现在守着不让他做 不是一个遵循一个表象 说我在慈戒 不是 是有在对峙烦恼 防护自己造恶的 这叫做慈戒 所以你发现这个不该做 我不要做 这个不该做我不该做 我不该做 我不该看 我不该撑 我不该吃 我不该怎么样 因为我知道不是一个行事主义 而是这个东西容易自害害人 所以我守护他 这叫做慈戒 那你没有慈戒啊 没有慈戒 你纵容你的称啊 慈戒亮 为怒所谦 不厌有误 不厌有误 不怕事 你知道吗 你一称惹多少次啊 我可以讲说 刚开始我们称一下很顺气啊 这个因为憋了很久 骂出来舒服 骂完 你如果骂隔壁的 下次这一个命令 你要出门很少转 转到哪里家 为什么 你会碰到他 你也不高兴他也不高兴 所以以后就不走这边了 现在那一边也得罪了 到最后 那里也得罪 那里也得罪 只好你待在家里啊 因为你出去每个都是不舒服 那你伤了人以后 为了要 为了要那个 你要百般努力 才把那个气氛 东西再把它调和回来 那多辛苦啊 可是有的人就是因为 撑脑 撑脑就不厌有误 就不怕麻烦 不怕有事情干扰你 会得把事情 每次早次做的就是这样 会得把事情搅乱起来 然后气顺了 那事情都来了 对 一不高兴 以后头收拾的可多 你喜欢做嘛 那你说忍入一口气 我们不要讲忍入一口气 好像你 你好像认输 不是啦 慈悲自己啦 身体对你没用啦 想一想现实啊 吞下来 所以有时候啊 叫人家修行啊 有时候从现实立一完好 有人不高兴就不高兴 怎么样啊 到最后 那也不行 那也不行 不高兴的时候 忍不下来 等事后冷静下来才知道 那一份称行给自己带来才多 后来的东西你会觉得后悔 可是往往在正称的时候 你就都能过来 再过来你看啊 有力进兵 无力进乱 不忍为上 宜长人类 你看 我们一般来讲 我们是不是有力的时候 我们 酷谁啊 是不是 你有 你用称恨 是不是就容易感应另外一个称恨跟你对待 有力就进兵 对不对 像我们来讲 世间人生 如果你比较软弱的话 你只好吞下来 对不对 也有好处啊 第一个 你会被欺负 但至少后头的事情少 是不是 往往到最后会 我不是举一个例子 那个是一个实际的例子 那个之前应该跟大家提过 一个居士有一次啊 一个师父跟他讲 那个师父应该是有点神的 他就跟他讲 你最近 你根本跟人家吵 你 他也知道 那无用不乎 师父就跟他讲 最近千万不要跟人家吵 他就 也莫名其妙 不过就记得了 有一次在一个路上 碰到一个 以前跟他一直有纠葛的人 他就 他就 他没有一个在路上就吵起来 吵到要打架了 结果他突然想到 最近师父有跟我讲说 不要吵 是不是这个事情 他就说 有请 有请 他就跟他道歉 那对方 一道歉完了以后 身上把他的刀子收出来 他说 我今天就是正门来走 你既然道歉 我就放过你 不然这次就要杀他 好理家宰 如果这次他跟他硬充 那就 好 你认输 你保命 当然我们佛法不是告诉我们一位退缩 我们现在是因为我要讲忍辱 我们经常为了小事 不管都是一种气魄 一种怎么样 那种感觉 结果都微小而那个 到最后你越强他强 结果一强 结果强跟强都一直死 我不认输嘛 你不认输嘛 所以他就一直争持在这边 所以说有力进兵 就开始 有力的人 一有资格跟人家斗的人 经常有斗的机会 那当然我们也不是说我们一直在软弱 我们软弱的人无力进软 虽然可能会被欺负 但总就因为他没有对抗机会 虽然可能会被欺负 但实际上 当你调柔的时候 是相对你就不容易 你就容易碰到条路 所以你看 我最近也碰到有些人 只要有一方稍微放软 对方就放软 你强我强 你强我强我强我再强 结果每个都不放 只要你放软 对方也软 对方也软 你软 那我们这个不是软弱 我们现在讲是因为是要忍耐 第一个我们要让事情缘满 真正该有事情的时候 我们承担 但都不是为了称恨 对 有时候该我们站出来的 也不是为了称恨 那除了这个事情之外 我们应该以远入柔软 人类 放下 放软 这时候 我们就能感应柔软 柔软感应柔软 称恨感应称恨 所以有的人就是个性很坚异 很强 结果这么碰到的都是硬对硬的 硬碰硬 是这样 好 我们上午先到试 好吗?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